接下來的話我們如果要計算什麼 計算那個考核成績的話 那考核成績它不是一個數字 它是一個假 可是一樣的道理 你必須要把假變成數字 然後再平均 所以可能還是需要分成好幾段 所以以後要解決一個問題的公式 可能就都不會是一次就完成 而是說你先完成第一個step 再完成第二個step 然後把這兩個step的公式串在一起 這個問題就 當然有時候不是兩個 可能三個四個五 可能更多喔 OK 那我是建議啦 如果未來那個公式太複雜 可能還是寫VBA 可能還是比較實在 簡單的事情可以用公式 但是複雜的事情 我是覺得還是要寫一點程式 因為很多同學常常問說 老師那個問題怎麼... 哇他想好多 我說你這問題你寫程式好了 因為太複雜了 你用公式應該是很難啦 OK 那他做得出來 可是那個公式應該是非常隆常 而且不好維護 好 那所以第一個就是假幾分 那假的分數的話應該是在哪裡 應該是在這邊 後面的話應該有個等級吧 這個應該是烤雞 這個是烤坪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 先把假的分數查回來 假怎麼查 一樣嘛 查詢的話記得喔 以後如果查資料用V多函數 那查什麼 查假 去哪邊查 OK F3 去... 剛剛是烤雞啦 烤坪好像AB吧 好 然後有沒有 這邊有出現了 那查的話一定是查第一欄的資料 那要查回來一定是第二欄 所以後面一定... 這邊都固定是二啦 第二欄 那一般找接近的不要 好 那你可以看到查出來就85分 按確定 可是後面呢 其實還有兩個成績 那怎麼做 要平均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一樣 把V多函數查到公式減下來 然後再插入一個平均 平均的話呢 其實或者你可以從這邊找平均 這邊有一個平均嘛 Average這邊也有啦 OK 或者是你用統計裡面有一個Average 也可以啦 反正結果都一樣 那我們就怎麼樣呢 第一步喔 記得先把這個公式減下來 第二步的話呢 再插入那個什麼 一個平均值 這樣Average 或者是說呢 你除了從這邊加那個公式之外 另外有一個是插入函數裡面 你找到統計裡面的 第二個吧 Average這個 這個的話呢 平均呢 你就把剛剛的公式再貼一次 那這個是第一個成績 有沒有 第一個 那第二個成績的話是這一個 所以你一樣再貼第二個 那其實第一個跟第二個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你會發現呢 它的公式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呢 它的F3變成什麼呢 G3嘛 藍不一樣 所以你貼上之後 把這個改一下 改成G3就可以了 OK 然後下一個的話一樣 再貼 下一個是 不過下一個的話應該是A 那A的話呢 它的位置改成H3 有沒有貼上 只是說你會發現 奇怪後面沒有分數 為什麼 因為呢 它的那個表格不是烤G 因為烤G是U加E 那如果你是AB A加A減的話 或者B加B減的話 那這邊記得是烤坪 烤坪你怎麼改 幾個方法 你直接把這個G改成坪 自己打了 應該比較簡單是這個 直接把那個名稱改一下就可以了 把烤G改成烤坪 有沒有發現 右邊如果數字出現 那表示你應該沒錯了 所以第一個成績 貼上有沒有 然後改成這個 這個要改 把F3改成G3 貼第二次嘛 貼第三次的話呢 把F3改成H3 另外還要改一個 就是把烤G改成烤坪 那另外好像 如果你不用改字的話 另外一個方法 你好像可以delete掉 按F3 F3一樣怎麼樣 你也可以把烤G點兩下按確定 他一樣會幫你帶過來 有沒有 不過結果一樣啦 我是覺得好像 比較簡單的方法 改那個字好像比較簡單 方法很多 按確定 好 這樣子把它向下填滿 那就平均成功了 OK 這也不困難啦 只是查回來之後平均 那比四的話呢 就是 這個是比四成績吧 這個成績成0.3 所以你先打個等號 上面資料編輯列點一下 等於 等於嘛 這個成績 成的話是新號 乘上0.3 百分比30就0.3 加上這個成績 乘上0.7 百分之70嘛 OK 好 這樣的話就OK了 打勾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個成績乘上0.3 加上這個成績乘0.7 OK 把它打勾 算出來了 向下填滿 好 好 那合計怎麼合計 合計的話這邊也有講 這個成績乘0.6 這個成績乘0.4 所以一樣再一次 上面點一下 等於 這個成績乘上0.6 百分之60就0.6 加上這個成績乘上0.4 OK 好 這樣也完成了 所以 剛剛的比四百分之40這個 公式跟合計滿像的 打個勾 好 向下填滿 OK 那最後的話排名 跟之前那個樂透採那個做法 幾乎一樣 還記得吧 我們有沒有要放這邊 然後插入那個 統計類裡面的RANK.EQ 所以R開頭的往下找 R開頭 有沒有RANK.EQ 這邊有 過頭了 這邊 就這一個啦 然後呢 給它 兩個參數 因為它有三個參數要給 不過給兩個就可以了 第一個跟第二個 按確定 它的合計成績在這裡 就是把它的合計成績 第二個的話 REF就是參考範圍 Reference 就是參考範圍在哪裡呢 就是從M3到下面 所以Ctrl-Shift-向下 或者你自己打一個啦 冒號 向下的話就M40 記得喔 這個參考範圍 將來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這個範圍是不能變動的 因為它固定就是這個範圍 也就是這個人的成績 在這個範圍裡面排第幾名的意思啦 所以如果假設你向下填滿 M3跟M40不能變的話 那記得你在3的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40的前面再加一個錢的符號 好 那記得喔 一定要鎖起來喔 沒鎖的話一定會出問題啦 那一樣啦 第三個參數order應該不用加啦 因為0或省略 表示是遞減方式排 遞減所謂的 就是表示合計的分數高排到低嘛 那就是遞減排序喔 OK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你可以輸入0啦 不過我覺得輸入0跟輸入 省略當然一樣 所以乾脆省略算了 你連填都不用填 最簡單 OK好 這樣就完成囉 按確定 然後把它排名排出來 OK 那這個時候當然你可以看出來 比如說 駐專呢 哪一個人喔 比如我們駐專要升年中的嘛 要有兩個人要promote上來 要把他升等 那要找出前兩名的 那當然啦 你可能就是把前兩名的人找出來 然後把這個資料送給總經理 讓他去簽合 OK 那你要找出來 不然的話你找不出來 或者你算錯那麻煩了 本來應該要升簽的那兩個人 就變換另外兩個 那就完蛋了 OK好 那可是問題來了 這個做完之後還有一個問題 後面呢其實你有沒有發現喔 所以如果你假設做一個之後喔 那有個需求 我希望把剛剛做的公式喔 再做一次嗎 當然再做一次浪費時間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想要再做一次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把這七個公式喔 全部都怎麼樣 有點像同步到另外三個去 那同步要怎麼同步啦 當然有幾個方法喔 我記得可以用Ctrl C 當然你要選七個 然後Ctrl C Ctrl V 其實他會貼 可是我覺得那個方法不OK 比較慢 我覺得最快的方法是 一請你先把這四個工作一起選起來 怎麼一起選 記得優標先再駐專對不對 按SHIP鍵 再去點助理員 那你會發現呢 底下這四個喔 特別是比較不一樣 他一起選的 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的話 那要怎麼樣把剛剛的七個公式 同步到另外三個公式 特別是喔 很簡單 第一個的話請你優標點擊B3 上面的資料編輯頁打個勾就可以了 打勾喔 1 資料編輯2 3 那一樣喔 1 2 3 反正就做七次就對了 因為七個欄位 有沒有 1 2 3 好像 有點像跳舞的感覺 那個TEMPO 1 2 3 有沒有 OK 這個節拍 好 那就做完了 所以等於是1 2 3 1 2 3 好 反正就七次 七次完之後的話 你說老師那這樣 好像什麼事都沒發 如果你做完之後啦 請你再把這三個選舉狀態取消 那怎麼取消 記得喔 你不能點這邊 點這邊都不會動 點這邊的話呢 他只會在這個 狀態裡面喔 記得你要取消的話 點其他工作表 比如點等級好了 這都取消 再把它點回來 領主 你會發現 公司有沒有過來 公司過來了 辦事員有沒有 辦事員也有了 OK 那可是你說老師不對啊 他好像沒有全部下面的資料沒填滿 那怎麼辦 跟各位講喔 其實喔 你說老師為什麼你剛剛不直接向下整個填滿 跟各位講 如果你向下填滿會發生一個問題 Ctrl向下 他這邊到40列 領主到底幾列呢 Ctrl向下 喔 他到101耶 所以如果假設你Ctrl向下的話 他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呢 他的那個列數啊 只會停在第40列那不對 所以 特別是只能複製公式 那其他的那個 這個資料的話 恐怕還是只能要自己向下填滿 那填滿也很簡單嘛 游標放在這個空點上 快點兩下就下來了 有沒有 這樣快點兩下 他一樣會向下填滿 Ctrl向下 會到101啦 那每一個工作表 他的數量都不一樣 所以呢 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快速的把這個資料 給算出來 那你可以發現 這個領主的 第一名在這裡 那第二名的話 可能找一下 反正 不過你會發現 奇怪 底下怎麼會有NASAVAILABLE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要改 哪個地方 名次的部分 我們剛剛公式呢 是到40有沒有 那40主要是因為 他這個柱磚的總數是40 但是領主的話 他不是40 坎錯向下 他是多少 101喔 所以喔 這個公式 這雖然複製過去了 但是有一個地方一定要改 就是把 他的那個總數有沒有 一定要改成 每一個不同的工作表的總數 這邊要改101 這樣才可以打個勾 然後把他向下填滿 看一下 有沒有 底下就對了 而且名次也不同 為什麼 因為剛剛只有算到前40名的排名 所以我們現在把101全部排進去了 一樣道理 辦事圓一樣 所以辦事圓這邊把他向下填滿 這邊把他向下填滿 不過你還是會發現 已經夠快了 但是好像還是很麻煩耶 為什麼還要再這樣點點點 所以啦 待會其實我們是希望如果再更能夠 這辦事圓好像要改一下 這40不對 這要改多少 Ctrl向下 這應該是65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沒改下面一樣出錯 所以怎麼改 很簡單 游標放在N3上面 把40的地方改成65 改完之後打勾 然後把他一樣再向下填滿 這樣子保證是正確的 一樣就名次紅牌 這樣才會對喔 所以哪怕你是把七個公式都複製過去了 但是名次的部分一定要自己去修正一下 OK 這助理員一樣切過來 這向下填滿 不過這樣已經夠快了 這樣滿方便的 不然不會這個方法 就真的你可能做到 這個 有時候做到下班都做不完 那這個的話只有22列 Ctrl向下 22 所以這一個的話呢 直接把他改成22 這個時候打個勾 向下填滿 解決了 OK 不過啦 如果這件事情 每天都要做很多次的話 那我是覺得 你如果用公式還是不夠快 最好是寫個VBA 然後旁邊按個按鈕 事情就解決最好了 有沒有 一按把資料清空 然後再一按 把資料馬上全部做完的話 這樣快多了 那只是說我們要怎麼樣結合VBA 把這件事情做完 待會我們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剛剛主要可能會有比較有問題的動作 應該是這邊按SHIFT鍵 記得喔 再按SHIFT鍵 然後把它取消 取消就是點這四個以外的工作表 這樣就取消了 按SHIFT鍵 複製公式的話就是 123 123 OK 七個欄位 記得最後名次要改一下 否則會出錯